整排的车辆 登上课 游客 还有无人整理的垃圾 马家部落居民虚然迁住了永久屋 原本无人居住的部落 在假日却显得热闹非凡 但是部落安全也就此亮起了红灯 好像之前就已经在讲了 说有人在上去偷这样 就把我们这个事板搬下来啊 对啊 怕的时候会 因为都没有人上去啊 没有人过 一晚要进入马家部落 要经过检查哨 登记入山 如今检查哨空无一人 门口只留下了要办入山证 就得到马家分住所办理的纸条 由于警力有限 检查哨已经并入马家分住所 要加强巡逻 对只有九位警力的马家分住所来说 相当的吃力 马家分住所的警察的那个警力 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个负担到这个地方 要恢复检查哨 政府又说没有钱 警力又不足 是不是我们公部门这边 协助我们地方的老百姓 呼吁广大的那个登山客 要遵守现有的规定 还是要到我们本所 来做一些合法的申请入山 免得受罚 一次受罚是目前是 罚则是三百块 虽然人力不足 但是马家分住所表示 会加强的巡逻 并要求登山客还有游客 一定要依法来到马家分住所 办理入山登记 还得请游客们配合维持环境的清洁 共同维护山林部落的生态环境 记者阿瑞哥舍 屏东马家采访报道